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王一博十年蜕变,从青涩新人到全能巨星的奇幻之旅。 王一博出道,十年磨一剑的奇遇记。 话说十年前,一个名叫王一博的小伙子悄然踏入了娱乐圈的大门,那时候的他,青涩的像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苹果,让人忍不住想咬一口却又怕伤了他的唇真。 那时的娱乐圈,可是个风起云涌的地方,各路明星争其斗艳,小一博就像是误入了奇幻森林的小鹿,既好奇又紧张。 网友们纷纷调侃,一博呀,你是不是走错片场了? 这娱乐圈的水深着呢? 还有网友戏称,看来咱们的王一博是拿着勇者斗恶龙的剧本进来的,期待他的升级打怪之路。 十年间,王一博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新人,成长为了如今的娱乐圈中流砥柱。 他的每一步都走得那么坚实,每一次的尝试都让人眼前一亮。 长空之王里,他化身飞行员,翱翔天际,让人直呼这哪里是演戏,简直是飞天遁地的神仙下凡。 探索心境中,他又成了勇敢的探险家,每一次的探险都让人心跳加速。 网友笑称,王一博,你是不是把地球当成了你的大型游乐场? 而追风者的播出,更是让王一博的追风形象深入人心,网友们纷纷表示,一博,你是不是偷偷学了御风术? 怎么每次出现都能带起一阵风呢? 更有网友脑洞大开,王一博,你是不是和风神签订了契约,成了风的使者? 王一博的多面人生,比电视剧还精彩。 如果说王一博的演绎生涯是一部电视剧,那这部剧的剧名一定叫王一博的多面人生。 在这部剧里,他既是无名中的神秘人物,让人捉摸不透,又是旁观者里的冷静观察者,用独特的视角审视着这个世界。 网友们纷纷表示,一博,你这演技是不是开了挂? 怎么每个角色都能演得这么入幕三分? 而在音乐领域,王一博也是毫不逊色。 《我的世界守则》和念的发布,让粉丝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王一博,他不仅能演,还能唱。 网友们纷纷点赞,一博,你这是要全能发展呢? 是不是还想尝试下导演,编剧的工作呢? 更有网友调侃,王一博,你是不是想把娱乐圈的职业都体验一遍,然后写个娱乐圈生存指南给我们? 王一博西装背后,藏着的秘密花园。 说到王一博,就不得不提他的西装造型。 每次出席活动,王一博都能以一席西装经验全场,仿佛他就是为西装而生的。 而这次,网友们更是发现了他西装背后的小秘密,好多花。 原来,王一博在西装背后绣上了各种花卉图案,寓意着花开富贵,前程似锦。 网友们纷纷表示,一博,你这是把西装穿成了艺术品呢? 下次是不是要在西装上绣个迷宫,让我们来找找出口呢? 还有网友调侃,王一博,你这西装背后的花,是不是每个都有他的故事? 下次能不能开个展览,让我们也欣赏一下。 更有网友脑洞大开,一博,你是不是想用这些花,打造一个属于你的秘密花园? 那下次我们是不是能在你的西装背后,找到通往花园的钥匙呢? 王一博的十年,是我们的青春回忆录。 转眼间,王一博已经出道十年了。 这十年,他从一个青涩的新人,成长为了如今的娱乐圈巨星。 他的每一步,都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和回忆。 网友们纷纷感慨,一博,这十年,你不仅是在演绎自己的人生,也是在演绎我们的青春啊。 回首这十年,王一博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精彩的作品和帅气的形象,更是一种坚持和努力的精神。 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,只要心中有梦,只要勇敢去追,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。 网友们纷纷表示,一博,谢谢你陪伴我们度过了这十年,期待下一个十年,我们还能一起走过。 争议性总结,王一博的下一个十年,你期待吗? 王一博的出道十周年,无疑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。 他的成长和进步,我们都看在眼里,洗在心头。 然而,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,质疑和争议也随之而来。 有人质疑他的演技,有人质疑他的唱功,甚至有人质疑他的为人。 但我想说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历程和不足之处,王一博也不例外。 我们不能因为他的一点小瑕疵,就否定他的全部努力。 毕竟,他带给我们的欢乐和感动,是真实存在的。 所以,对于王一博的下一个十年,我充满了期待。 我相信,他会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,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。 而你们呢? 对于王一博的下一个十年,你们期待吗? 是希望他继续保持现状,还是希望他有所突破和改变。 快来评论区留言,和我一起讨论吧。 让我们一起期待王一博的下一个十年,期待他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